複雜是因為故事而寫的 故事就是講Gigi的父母離婚 逼個小朋友選擇你跟誰 本來我也想自己寫的 但是連一聽到這個主題就覺得 咦?我們都可以試一下 跟Asuka就鬥了一首很好聽的歌 我很記得連自己都說過 她是扮演Gigi的聲音,inspire Asuka 這也是重要的 如果不是很難量度到她的特點 她說Gigi的滑音很好聽 那些 所以經常覺得 還有有一個,我想真的沒什麼人知道 但錄音時笑到死 這首歌是那些 我看誰的是Sh Zealand 不要要我選出 但她唱的時候我一直在笑 她說Me so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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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那她就一直在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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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所以,我們是悉心設計過 Miso 什麼時候是真假,什麼時候是假假,什麼時候是假真 很有設計的 然後那個升鍵位置是六下才決定升 因為我覺得它實在太有東西可以出來了 如果更噁心地說,不斷再升都可以 它有很多貨 不過當然做一首有品味的歌,不會不斷升 升一下已經很足夠了 有人問我為什麼這首歌不做長一點 同一個答案 因為那個拍攝 覺得這個剛剛好夠了 就是這麼長 希望日後如果做Live Show 或者有機會再幫Gigi他們做一個演唱會 可以做一個現場版的長一點 因為現場版有interaction,幾長都沒有所謂 所以以前的樂隊有些歌曲是六七分鐘 所以是沒有所謂的 唱得非常之好 當然是,因為我都猜不到Gigi可以人仔細細拿捏 這種情感可以這麼快 他很快就明白了 入戲錄音室的時候是未明白的 但我想兩三轉就明白 就是說我講一點東西他就明白 而好像越唱越明白 我欣賞他一件事的就是 他已經去到一個不是只聽人說話的小朋友了 其實是一路自己和自己製作的 他真的會有一個非常之厲害的歌唱事業 我覺得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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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調查ought 非常之一 我看你